當季照顧新生中愛者的 管理官KD客戶 在三年前 在管理官政府的輔導支持者 有在理論卿 新立立間照顧中心跟消贊所 不過為了要向客觀有良好的環境 這三年以來幾點是不斷來扳 最後總是在來迴傳 自己買到起床 現在新的照顧中心也已經落成了 在25個正言告白K容疑室 新生中愛的這些朋友 大家為作為 連當北方的社工臨完 在在端端唱歌 現場的氣氛是很歡樂 這個地方是婚人關KD客戶 在理論卿新路新的立教中心 裡面有開閉舒適的空間環境 讓家長是相當的放心和溫宜 25號這天 客戶是來基盤到中心的角色 的啟用儀式 之前那是鐵鼻屋覺得很熱 現在這個應該是比較厚 這個環境 夏天 根本都冷 也是很難看 這些氣氛的應該是很大的改善 這裡這麼多的老師也對什麼好處的照顧 繼續進步 來這裡更進步 回去就都會說 在學校的時候的東西 繼續做什麼做什麼 婚人關KD客戶在客戶 在三當時 在廣府的福島之下 有在理論地區 生理中心的照顧幾點 這三年以來經過不斷的判斷 上後實在來回穿梠就是合的地方 由客戶自己買到起床 整個社區實在在教中心 一起修作所 讓學員可以來這裡做一些手工 一起參與社區的活動 我們要感謝 憲福張立山團隊及我們社會處三年多以前 福島我們啟治協會在奧倫設立 資金照顧及小廁所 以後奧倫這個就服務西羅奧倫輩的 我們生長兒童 他可能生活需要人的照顧 他的能力還沒辦法到我們的庇護工廠 庇護農場或是進入小作手的時候 單純的這個生活照顧 就來我們的日照中心 那尊說他有一點工作能力的時候 我們可以套過我們的訓練 回到我們的小作手 希望可以訓練 一些簡單的記憶能力 跟社會參與社區的融入 希望我們用這個社區學的照顧 提供我們身心中的民友在地主義 可以融入社區 學會來感謝台塑慶保勤勞基金費 關鍵就160萬的金費 贊助學會采買一台交通車 方便在後來接送學安英雄學課 我們很感謝台塑慶保基金 勞動基金捐贈一台交通車 給我們服務身心障礙的血統 上下課 到家裡接送到這裡 做完工作再接送回家 李伦这个新的立交中心 以后主要是 给我们塞的李伦 伦北三兄弟的新新众的朋友 也希望所有的好玩 都会让在这里快乐的华东生活 既然是蔡翁报道